大家好,今天分享丝瓜移苗 通过移苗的过程,聊一聊怎么用碎片时间种菜 很多朋友是因为疫情开始种菜的 也从中找到了乐趣 虽然辛苦,但是很满足,很有成就感 看着我们亲手培育的蔬菜从种子发芽到果实成熟 内心是非常欣喜,非常满足的 随着疫情好转,我们也会逐渐地恢复到原来的生活轨迹 每天的时间被很多事情分割 去商场购物,陪孩子玩,去超市采买食材 和朋友聚会,去度假,去上班 变得非常忙碌,还不想舍弃种菜的乐趣,怎么办呢? 其实很多事情都可以分成几步完成 每次拿出十几分钟,等有时间了再接着做 比如移苗这件事,如果从整地翻地 挖粽植坑到移苗浇水,至少需要一个小时 而这一个小时可能就没有 因为移苗还有个要求,最好傍晚移苗 这样刚移的小苗有一个晚上的休息时间 成活率较高 但是傍晚常常也是我们非常忙碌的时间 也许你在下班的路上,也许你在做饭,等等 拿出一个小时来,整地挖坑移苗浇水 经常没时间,就让小苗一天又一天地在育苗河里长大 如果把移苗分成几部分,每次只花十几分钟做完 就非常容易了 以我这次给丝瓜移苗为例 就分成三次完成的 第一次是先平整土地 我是在地里浇上了些酵素水 没有兑水的酵素 酵素里含有活性菌 可以增加土壤里的微生物含量 提高土壤的活性 然后挖好粽植坑 我准备移植6颗丝瓜 如果这时没有时间了,就先干到这里 等有时间了再来干 第二次是往坑里加底肥 我加了鸡粪和鸡蛋皮 和土壤拌匀 浇上一些水 提前湿润土壤 前两步什么时间做都行 只要有时间,每次用十几分钟就做好了 如果有时间,前两步一次做完更好 第三次,移苗 移苗最好是傍晚来做 前面的工作做好了 移苗就很容易了 这是我已经育好的丝瓜苗 看着根都长满盒子了 放进种植坑里 填上土 浇定根水 6颗苗也就十几分钟就完成了 通过碎片时间来一苗 分步骤很快就完成了 许多事情分几个步骤来做就变得非常简单了 我们的生活会逐渐恢复忙碌 希望今天的视频给您提供一个思路 保留我们种菜的乐趣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